- 股市知智人關心投資人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固定利用每天下午的5點到5點半 收看股市知智人的節目 挖起知智人阿豪 很多好朋友來到這個市場多有一個目的 那就是到底怎麼樣才能夠賺到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的一個錢 其實阿豪在這個地方 每天都是在跟各位做一個非常真誠的一個分享 各位你如果真的想要賺到這個股票市場上的錢 那你只要做到一件事 做什麼事 來各位我們這位來做個分享 唯有做對的事 你才真的有辦法去賺到股票市場上的錢 就好比阿豪老師節目的一個呈現 我們也只憑著 我們就是做一個真實的一個呈現 就好比說 來我們來看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阿豪的節目跟別人不太一樣 每天我都會非常清楚的 把我們當天的一個操作 甚至說做了一個預告 很清楚的在這個標題裡面跟各位去做個分享 我就舉個例子來跟各位報告 今天是不是已經禮拜四了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禮拜二當天 這個禮拜二發生了什麼事情 禮拜二當天是不是加權指數 殺破了這個半年線 市場上一面悲觀 但是阿豪在這個盤後的節目當中 當天怎麼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的 真真實實的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我們再做一個回顧 來各位 這個禮拜二的時候阿豪是不是在盤後的這個節目 運通財經台的這個節目跟各位報告 我們今天已經把九月份的一個空方部位 全部會補完畢了 接下來10月份我們全面去做一個佈局 佈局什麼 我們要去做一個搶多 搶反彈的一個佈局 各位這個是禮拜二的一個事情 當天加權指數跌破半年線 市場上所有的人都跟你講說這個盤完蛋了 這個盤絕對直接下去了 但是阿豪秉持著真實 秉持著我們真實的去做一個呈現 完完全全的把我們的一個操作模式 操作的一個過程 在這個節目當中非常清楚的跟各位去做個分享 並且在當天 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去做一個操作 真的對於這個結算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一個操作的 各位阿豪是不是關心 用實質的行動關心我們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各位 你當天有打電話進來的 阿豪是不是跟你說 9200以下你全力去佈多 絕對不會吃虧 結果隔天 隔天是不是就是9月份的一個結算 來9月份的一個結算 各位 阿豪是不是又跟各位真實的報告了 劉昌多 今日多 大勝 10月份9200點以下 就是全力的去做一個多方的一個進場 各位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昨天啊 那昨天 阿豪在節目當中 跟你說什麼 你有做對的事情 把每一筆操作 對於我們今天的一個操作模式已經非常的一個遼落之掌了 來 我們這會來分享這一通文字訊息 來各位 在8點28分的時候 各位 8點28開門 還沒有開盤 我們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告訴各位 今天的量 絕對不能說 一旦說 一旦說的話 那大家今天絕對 又是呈現一個區間的一個震彈 來各位好朋友 你是要到縮盤才知道今天的量嗎 當然不是啊 你的看盤軟體有沒有在盤中的時候就給你一個預估量 當然有啊 那今天的一個量 你是不是一開盤你就知道 哎呀 今天不對勁了 昨天明明已經衝到814億了 但是今天一開盤那個預估量根本就不到700億 你說今天你還要打全力打嗎 是不是今天又是陷入一個盤整區間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是用當充模式應對啊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操作模式 我們在開盤之前 我們就非常清楚的 讓我們所有的一個會員朋友都知道 今天我們應該怎麼去做一個應對 好 那接下來在盤中實際開盤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應對呢 各位 再跟各位做完整的一個呈現 來各位我們來看 來 在8點半的時候 各位 10月份新的合約任何壓回 我們都去找買點 這個是不便的 我們一直都是壓回找買點 來 我們採用盤減掛價的一個方式 9240正負5點 我們偏多看待 9240正負5點 代表的是什麼 9240到9235之間 你只要見價 你就是直接掛進去了 不要再醜餘了 來各位這個是盤潛掛價 結果8點45分開盤是開多少 9234 對價對時 來8點45分 開盤的時候 8點45分的時候 來開盤是不是 9234 好 那你9234那表示說你手上是不是有了第一個多方的一個部位了 因為任何壓回都是找買點嘛 你在9240到9235之間 你已經成立了第一個多方的一個部位了 好那成立了一個多方的部位之後呢 各位 逮到機會就不要放過他 好好的去做一個把握 各位壓回要怎麼辦 壓回趕快找買點 所以我們接下來 趕快 來 8點32分的時候不要放過他 10月份 今天我們用當沖的來操作盤潛掛價 9230正負5點 偏多看待 9230到9225之間 趕快 建立你的一個多方的一個部位 好各位 那你到目前為止 你是不是在盤潛已經掛了兩筆多方的一個部位 結果一開盤就成交了 那成交之後呢 還記得嗎 我們今天盤潛是不是就預估 今天如果量能一旦縮的話 它就會呈現一個瑕虎的區間盤整 那我們就要改用當沖的一個模式操作 所以各位 當你在開盤的時候 建立的那兩個一個多方部位 各位 那要不要趕快先走 那要不要有人帶著你趕快先走 很多人今天報上去又報下來 結果本來賺錢的變成賠錢 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人即時在盤中提醒你 那我們是怎麼提醒我們的一個會員朋友 我們這位來看 來 早上9點02分的時候 9點02分請問現貨已經開盤了沒 開盤了啊 那現貨開盤了 你是不是就已經知道 今天的預估量不對勁了 今天是呈現一個亮縮的一個格局 那表示說你在一開盤的時候 你成立的一個多方的部位 你要不要趕快先落袋為安了 所以在9點02分的時候 來 今天我們當沖偏多者 目前直接用試駕喔 直接用試駕喔 立即落袋為安 當時的試駕在哪裡 當時的試駕在9255點 各位 做一個對視 來 是不是現貨一開盤 我們就發現不對勁了 9點02分現貨一開盤 我們知道今天的亮縮了 不對 今天絕對要採用當沖了 所以是不是在9254 9255這個地方 直接用試駕 試駕做什麼 趕快把你建立的一個多方部位 趕快落袋為安了 好 那落袋為安之後呢 各位 接下來是不是行情 果然開始做了一個滑下來的一個動作 好 那滑下來之後呢 我們的一個中心思想是什麼 我們的一個操作策略是什麼 壓回找賣點啊 那有沒有人帶你 就很關鍵喔 所以在第二次壓回的時候 我們趕快再帶領著 我們的一個會員朋友做什麼動作 來 9點41分的時候 我們見極不可思 來 9215正負5點 壓回仍然是偏多看待 通通有 9215正負5點代表的是什麼 在9215到9220之間 非常非常集體的 進場去布局一個多方的一個部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9點41分的時候 9點41分的時候 來 那接下來呢 是不是趕快採取短打 9點41分的一個訊息 9215正負5點 買進多方多單的一個部位一筆 此筆成交者 目前10點09分的時候 請您直接用試駕 再次的落代為安 再次的試駕是多少 10點控告分的時候 是不是9243 來做一個對視 來 10點控告分的時候 是不是9243 那你在9215正負5點 你買進的第二個一個多方的部位 是不是趕快再次的落代為安 所以各位好朋友 有沒有人代是不是真的差很多 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天找盤的時候 很多人會去做這個空方的布局 甚至有些人是做對的喔 多方的一個布局喔 但是拉上去又拉下來 反手結果呢 上也扒 下也扒 搞得兩面都被扒 塑膠垂牙扒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跟對了一個團隊 並且在盤中 你真的是在做對的一個事情 你是不是真的才有辦法去賺到 這個市場上的錢 好 我們把這一三筆單 是不是已經非常清楚的 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了 所以為什麼昨天還是41喔 但是今天變成44 是不是每一筆每一筆 我們就秉持的 真實的跟各位去做一個呈現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做一個總結喔 今天我們就是採取當沖的一個策略 當沖的一個策略怎麼辦 我們這位來看喔 來 照盤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掛在9230 9234 好 那9230 9234呢 我們發現 哇 現貨開盤不對勁 拉上去 9255這個地方趕快先落代為安 先跑先贏 先探一下 來 當沖三筆 那這是其中的第一筆跟第二筆 那如果第二筆 那接下來第二個機會呢 鴨尾仍然要勇敢的進場 去做一個多方布局 9220這個地方拉上去 各位 我們是不是採取當沖 該走就是要走了 趕快再次的入代為安 9234 試駕直接入代為安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當沖策略 立即入代風險低 什麼意思 來 我們到底是怎麼去做一個 行情的一個掌握 我們採用天羅地網線 天羅地網線用在哪裡 當沖 隔日沖 以及三日沖 那各位 今天我們採取的策略是當沖 它代表的是什麼 立即入代風險低 來做一個比對 是不是 立即入代風險低 那各位 這個才是什麼 這個才是在盤中的時候 你要做對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辦法去賺到這個市場上的一個錢 所以同樣的 我們採取的這樣的一個邏輯 我們在節目的一個呈現上 我們採取 我們就是公開 非常清楚的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該是對的就是對 不對的就是不對 我們都清清楚楚的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我相信最近市場上一大堆人 大家都是在講一檔股票 每檔股票 每個人都有這檔股票 而且一直都是畫漲停板 我是不知道他們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我們資助人團隊 我們是秉持著 唯有真也就是做對的事情 你在這個市場上 你才真的有辦法去做一個立足 這一檔個股 我們採取真實呈現的一個方式 我們採取真實的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確確實實的 誠誠懇懇的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 是這個禮拜最強的一檔標股 這一檔標股 你還記得是哪一檔嗎 各位 網路上都有我們的一個重播 我們的一個官方網站也好 或是Yahoo都有我們的一個重播 你可以再去做一個查詢 9月10號那一天的一個節目 好 是不是在節目的當中跟各位報告 你只要對賺錢非常有興趣的 你來電我就非常誠懇的告訴你 到底有哪一檔超級黑媽股 但是你一定要想要賺錢你才來 結果當天我告訴各位的是哪一檔 3490的一個單景 那你會說 為什麼你要挑在9月10號當天 9月10號是上個禮拜三 上個禮拜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各位我們來看 上個禮拜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股市資助人會選擇在9月10號當天 做了一個實質關懷各位投資人的一個動作 男男就來看 來 9月10號是哪一天 9月10號是這一天 這一天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不是剛好跌破60日均線 跌破60日均線代表的是什麼 它已經灌破季線了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非常的一個擔心 行情是不是直接下去了 但是資助人是不是秉持著 關心我們所有投資人 我們才用真誠的一個方式 你真的對於賺錢很有興趣的 即便在當天已經灌破季線了 但是你來電 我是不是真誠的告訴你 哪一檔個股 3490的一個超級黑馬股 當情 結果隔天 隔天 9月10號送給你的 那隔天不就是9月11號嗎 9月11號 好是不是就在這個盤中 是不是就在這個節目當中 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了 各位 你有來電的 好真的沒有讓你丟臉喔 是不是看 3490 真真實實 真實呈現 送給你的這一檔當情 隔天 9月11號 它是不是就呈現漲停版了 這是不是第一期當情 所以我們不是嘴巴說的算的 那只有這一檔漲停 只有這一天漲停嗎 來 我們看這個禮拜 今天是不是已經禮拜四了 我們一天一天看 來 禮拜一 漲停 禮拜二 漲停 禮拜三 還是漲停 甚至到今天 它仍然是漲停 各位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我們是用真實呈現 真實操作 我們是真實的關心 我們所有的一個投資朋友 我們不是那種 哇 已經漲上去了 四季五季 才說我也有3490的單景 各位 我是不知道他們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我們管好我們自己 我們確實用公開的一個方式 在9月10號 上個禮拜三當天 市場最危急的時候 市場加權指數 它已經跌破灌破季線了 但是你打電話進來 是不是告訴你3490 這一檔單景 就是接下來最標的一檔個股 結果我們來看 來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在這一天 我就是在這一天出手 把這一檔單景送給你 結果你要告訴你 你看喔 加權指數一路灌下來 但是3490喔 同樣的這個時間點 從9月10號到今天為止 夠幾個 一支兩支三支四支五支 也夠意思了吧 五支漲停板 35% 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你操作資金部位 比較小的100萬 你光是打一個電話進來 索取 已經變成135萬了 然後如果說你 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這幾個交易日的時間 你1000萬的一個資金投入 各位 350萬人 你花的是什麼 你花的只是一通電話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相信 唯有真的做對的事情 我們才能夠真的 在這個市場上賺得到錢 就好像我們在做節目一樣 我們秉持著 就是我們一個真 就是要做對的事情 完全用真實呈現的一個模式 所以阿豪在這裡 也非常誠懇的 跟各位去做一個分享 各位 我們不會去做強力的推銷 但是阿豪 你真的是準到一個不行 各位 即便阿豪真的準到不行 但是各位 你如果不來的話 你還是不行 那未來的行景怎麼辦 各位 來找我就行了 我們資助人團隊秉持的是什麼 我們不做強力的行銷 我們知道 如果花 它自己開得很漂亮的話 蝴蝶它自己就會來了 我如果做的 真的非常精彩的話 那你還不來的話 那你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讓各位去做一個思考 下段節目回來 再跟各位做更詳細 更精彩的一個報告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顾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顾得投顾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顾得投顾 你去听 请去听五分之五分之五分之 快告好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业付的是岛块 随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来有 赚得到钱 就好比说我们在节目的一个呈现上 我们也是秉持的 唯有真实的呈现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真的去做对的一个事情 就好比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阿豪 你这一个月怎么真的操作的这么样的一个顺利 勾矣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秉持着一个字 真 我们唯有做对的事情 我们才真的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 真的去掌握到的一个机会 就好比很多好朋友 很持续的在关心阿豪 每天都会看阿豪的节目 而且很仔细的 很会看门道 他很会看说 阿豪他这个人 他就是用真实的一个呈现 他今天做了什么动作 甚至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动作 他们都清清楚楚的 在他们的一个标题里面 很公开的去跟各位去做一个呈现 所以他会说 你昨天的节目当中 你是不是跟我们说 从9月1号到昨天结算 竟然已经有41次的一个胜利了 各位 41次的胜利代表是什么 41次的胜利 假设说该是一次胜利 我们节场不断 假设一次胜利就是20点就好了 那41次的胜利代表的是什么 带给你的一个利润是多大 那我们怎么做到的 我们是用真实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的 就好比说 那你今天又增加了三场胜利 那你这三场胜利到底是怎么来的 来 赶快跟各位去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呈现 各位今天的一个盘式 很多人在这个盘式里面 赚不到钱 甚至本来是赚做对的 他因为没有跑掉 反而又是赔到钱了 但是我们怎么去做的 来 我们在盘前 被定20倍分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跟我们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报告 今天量绝对不能够说 否则他又将陷入 9200到9300的一个区间整理 那各位 当一开盘的时候 你手上一发现 哇 今天果然出现了一个量说了 你要不要还要采取那种全力打的一个方式 当然不行啊 今天明明他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那我们要采取什么 天罗地网线里面的当冲 隔日冲 三日冲里面的什么 当冲啊 要用当冲的一个方式 短打的一个方式 立即入带风险最低啊 因为没有当冲的话 哇 泡上去又泡下来 本来做对的又赔回去了 那不是一件非常划不来的事情吗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带领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进场去做一个掌握 我们就是用当冲的一个模式 来 赶快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来 各位 各位 9230 9234 这个地方建立了两笔的一个多方的部位 各位 短打 拉上去直接 9255这个地方直接就是用试驾 做一个出场 做一个入带的一个方式 即便拉到了9265 你说你没有出在最高点 沒關係啊 我们压下来再做一次嘛 结果压下来 到9220这个地方 我们见机不可思 赶快再带领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再进场再去做一个掌握 拉上来到9243各位 到9243如果没有赶快立即落袋为安的话 各位那又白忙了一场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用天罗地网线 每天在市场上我们秉持的是什么 我们秉持的是做对的事情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到这个市场上的钱 就像我们在节目上所呈现的 完全都是真实的一个操作 不过各位即便你这么支持阿豪 即便你说阿豪你真的是准到一个不行 但是各位你不来的话还真的还是不行 你还是赚不到市场上的钱 未来的行情没问题找我就行了 为什么我们资质人船对我们绝对不做强力的一个行销 因为我们秉持的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花如果它开得很漂亮 蝴蝶它自然就来了 那阿豪我们的一个操作 如果非常的精彩的话 那你还不来的话 那真的是你最大的一个损失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认为我们真实的一个操作 真的非常精彩的话 那请你跟着我们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创造最棒的一个双赢 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今天的一个动作 我们明天盘中同时掌握行进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得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赞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会咨询专线 012 2578 300 2578 3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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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顶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赞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甜颖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申田药庄 高纯度 玻尿山面膜 申田药庄 你变得很清楚啊 阿嬷是你幽默的小孩 把你安装HD机上盒了啦 什么D呢 HD有线电视数位机上盒啊 画面更清楚 而且让你可以随时看到 自己想看的节目耶 有线电视数位化 随选视讯 边看边录 还可以倒转喔 让我们的视野随选随看 天天都精彩 即日起到9月24号 于台北车站南尔门广场 申办装机 就有机会